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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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这段感情是因为他对我的照ходит特别让我慕心 也让我感觉有信心坚持这段异订恼恋 但是后来他对我的关心比以前少了 而且他身边的异性又很多 我们之间的沟通又很少 所以她现在让我去她的城市 真的没办法做这个决定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庆祝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23岁来自辽宁各级 女嘉宾小珍同样23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模特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我来我想她到我的城市和我一起发展 你在哪个城市 我在沈阳 沈阳那嘎的 对 那你在哪嘎的呢 我在大连 大连 你们谈恋爱谈多久了 我们谈了一年了 这一年里几乎都是异地 异地 怎么认识的你们俩 一年前我去大连出建制活动 正好我们俩赶上一个活动了 然后我们俩落得也特别好 之后我就和她要了微信 你这个体是干嘛的呀 我在沈阳开了一家甜品店 开甜品店的 难怪怎么甜腻腻的 这男生腻乎你吗 一开始出的时候 她对我特别甜蜜 然后我要说我胃疼的话 她都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过来找我 但是现在发现她 越来越不会过来主动找我了 因为我最近确实很忙嘛 学校那边快毕业了 就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 还得每天签到 而且那个店不也是刚开吗 什么账目啦 所需的事情都需要我去管 我不是也为了能多挣一点钱 然后和你出去玩吗 我问你吧 小的 还喜欢人家吗 喜欢 非常喜欢 我以前我说我胃疼的时候 然后她就会急忙地过来找我 但是现在她越来越 不会过来主动找我了 有一次我是上午 十点多钟的时候 我胃疼 然后给她打电话 她说我现在我在那个出活动 等我完事了以后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说那行 然后我就不打扰她了 也不是不理解 然后就一直等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看她发了一个 和很多模特的一些照片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呢 然后她说什么事啊 那你心里面都没有我 你还问我 你说什么事 什么事啊 我心里当然是有你的 但我那天真的 一直都是在工作 那天不是万象节吗 老板要我们去拍一些 比较搞怪好玩的照片 然后发一发朋友圈 增加一下节日气氛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那天实在是很忙 忙忘了 那你晚上你不也出去 和男的一起玩吗 而且去酒吧 也发了一些朋友圈 你有考虑过我吗 我那时候我朋友 那时候我发小 我们是一帮人出去的 只有一个男生 你不应该这么说吧 我觉得你今天 你拿到台上说这个问题 有点无理取闹 那还有呢 大家刚认识的时候 不管出什么活动 你都会问我 你现在呢 问都不问了 你直接就去接 那些摄影师对着你拍来拍去的 拍得那么仔细 你让我怎么想啊 不不不 人家拍照当然拍仔细了 你想什么呢你 那你说他当模特了 穿得那么少 我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穿得多少啊 比基尼啊 那是模特很正常吧 他的职业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算事情 我之前拍那些照片的时候 你看了 你也是可以 我就没有必要再去 反复地问你了 那问和不问是不一样的 问证明你心里有我 你还是在乎我感受的 我这么问吧 如果他问你 你还让他拍吗 不一定 这个得看什么活动吧 好吧 谈了一年多了 你们这算是地下情啊 还是地上情 就是所有的朋友啊 家人都知道 你们算哪一种 算是 不知道吧 因为有一次 我去大连找他 我俩过商场嘛 正好他爸爸妈妈 在对面迎面走过来 然后他看到以后 马上就走得离我特远特远 但最后还是被他爸爸妈妈 看到了 然后他当时 跟他爸爸妈妈介绍我 就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当时我的心真是碎一地 其实咱们这一年来了 有很多问题 包括性格也不是特别的合 然后再加上 你现在让我琢磨不透 所以说我不确定有未来 然后见到父母 我不想随随便便地去 介绍一个男生 所以如果按照我的逻辑啊 可能是个老年人逻辑 跟年轻人不太一样 所以按照我的逻辑就是 两个人心里又有彼此又有这么 因为一地而带来的这个隔阂 那你们在一个地方不就得了吗 这些问题不都消除了吗 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去 那个他们沈阳发展 然后我也跟他确切地说了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说可以 他说以后再看发展吧 去你们那个城市也不是不可以的 小子你去过去吧 去大连吧 我学校这边因为还没有毕业 我实在是过不去 你毕业了不就能过去吗 我毕业了能过去 但是我怕他等不到我毕业了 你怕你半年都熬不过去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吵架 一吵架就是冷战 你们俩当初怎么好的呢 这孩子对你好吗 以前的时候他对我特别甜蜜 有一次我说我在家里边胃疼 特别难受 他说你多等我一会儿 然后就过来了 然后就带我去医院 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我选男朋友的标准 并不是说物质或者是相貌 对我来说 对我好就行 当时那天我听他说病了 我就特别着急 我把手头所有的工作都放下了 我买了高级票我就去找他 当时我看他在家里的时候 腰都止不起来 然后我背着他我就去了医院 情感是不是挺好的 还对你好吗 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次是因为我下雨天 我不愿意走路 因为我怕地上的泥土都绷到我的腿上 他就说我就背着你走吧 然后就把我送到你 这基本找了一个好骡子你看 生命可以背 泥水建腿上也可以背 这都变成了过去的回忆了是吧 对 我感觉很幸福 我们可以回到过去 可以回到过去 女生呢 我觉得我们之间 并不是说异地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沟通的问题 就是我有的时候说话 就感觉好像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 有一次我们冷战 然后他不告诉我 然后就过来参加这边的一个活动 然后晚上的时候 可能不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吗 晚上的时候过来找我 然后我都跟他 也是好生好气的说 我说再让我想一想 考虑考虑 然后我就想出去抱走 他说我陪你 我说不用 我自己出去抱走就可以 然后走一走去静一静 然后在后面一直跟着我 我都不知道 我都走了大概12公里的时候 我回头我看到他 他在我后面 然后我就特别反感 不是应该特别感动吗 没有 我特别反感 当时一来这件事我们还吵了一架 我感觉我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然后我就 你上什么脾气 人家也没打扰你 我就觉得你干嘛一直跟着我 你在大连夜有朋友 你先忙你的 我先想一想 那我来大连为了什么 我不就是怕你出危险 我想多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吗 我陪着你 我离你远点还不行吗 很可爱 女生 这感情你不太想要了吧 也不是 我们俩最一开始在一起 是因为感动 所以说我就一直坚持着 但是我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说话 他听不懂 我现在反正很纠结 纠结啥呀 就是他对你好 但是他听不懂你说的话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的天哪 那我笨 有些话你直说不就完了吗 你非得让我猜来猜去的 我又不是神仙 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我问你 有一次再来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看到他来一条信息 上面解着说什么 宝宝干嘛呢 是个女生 你可以解释一下 说实话 我觉得现在 说实话 尤其是女孩跟别人说话 叫宝宝宝宝的很正常 怎么 我的天哪 宝宝我饿了 吓死宝宝了 都听出来了 今天来台上 我觉得你总是把自己美化得那么好 你自己的问题呢 所以我问女生吧 我们子嗣普通的朋友 因为现在 就算淘宝 他也三晚就叫你们亲了 我问你一句话 你回答就可以 如果别人叫我宝宝 那肯定不行 对对对 如果他给许总发微信说 宝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 不是现在女生不都这样吗 你说的那个 叫你宝宝的女生是谁的女朋友 她没有女朋友 啊 她没男朋友 她叫你你就欣然接受了 她叫谁都这么叫 我俩真的什么都没有 其实一开始 你做了很多感动我的事情 让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 但是 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出现了 我特别讨厌被欺骗 你当 她骗过你啊 有一次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你在干嘛 你说你和你朋友一起排练 我当天我本来想去找她 我给你朋友打电话 我就问一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束 你朋友说 我没和她在一起啊 我和我对象在一起呢 啊 然后我就立马又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呢 还在那边呢 我听到那边打麻将的声 宝宝你说说怎么回事 朋友好朋友找我 是跟那几个宝宝在打麻将 都是男的真的 哦 因为我知道 我直接跟她说她打麻将 她肯定会生气 因为她特别烦我打牌 好 所以说她那天来电话了 我就 马上这把牌我就不玩了 我跑到厕所 偷偷地跟她说话 我希望这些事 你都可以理解 因为我还是在乎你的 要不我也不能特意去厕所 接你电话吧 哈哈哈哈 他的逻辑也很可爱啊 宝宝在乎你 所以宝宝要骗你啊 宝宝都不想骗你 宝宝就不再在乎你了 是这逻辑吗 不是的 那是啥逻辑啊 宝宝心里苦 宝宝受不出 哦 这句话我说特合适 宝宝心里苦 宝宝受不出 你们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本圈 两个人都挺可爱的 其实能看出来这个男孩 是一个挺会暖人心的一个男孩 所以你们的异地恋呢 确实是一个考验 就像他会允许别的女孩叫他宝宝 那如果说是一个 会很明确拒绝别人的男人 他是不会让这个女孩子 有机会叫自己宝宝的 所以在这点上 你也别不承认 你还是多少留了一些空间 给那个宝宝的 所以他难免会担心 然而我觉得就是女孩 其实我们在爱情中 最重要的几个因素 首先是信任 然后是尊重 还有一点对女孩子尤其重要 就是独立 虽然说我们爱情当中 两个人是相互依偎的 相互依恋的 但是只有我们的内心很独立 可以独立地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 面对烦恼 甚至是病痛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男朋友给你的爱 你是多么的欣喜 而当你不独立 完全依赖于这份情感的时候 他给你的关爱和温暖 你就觉得很习惯 如果少了一点 你就会很委屈 所以你今天在场上 至少说了四五次 说我胃疼 你都不在乎 你都把我整个忘了 如果真的是一个 成熟一些 理智一些的女孩 更多去做的是 我把我自己的胃养好 这是爱她 也是爱自己的表现 所以我特别希望 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见面 你告诉我说 我的胃不疼了 我胃好了 所以我不会再抱怨 我胃疼的时候 男朋友不管我 爱情中多一些独立的 这种小智慧 可能会让我们的情感的脚步 更轻松一点 所以这是你需要去努力的 所以希望接下来 还要分开那半年啊 因为你还没有毕业 男孩子多一些关怀 女孩子多一些独立 撑过这分开的这半年一载 有可能的话尽早地在一起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岩老师 许总 我很不看好你们继续往下走 因为第一 你们其实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谈恋爱一年 说是一年 但其实是异地 很短的相处的时间 你们到底是在跟谁谈恋爱 到底是在跟什么谈恋爱 你说刚才我听得很清楚 你说得很简单 我其实对另一半要求不高 我不要他的相貌 我不要他的财富 只要他对我好 真是这样吗 对 错 其实你很需要一个陪伴的人 但是他做不到 你的选择完全是和你的 愿望我觉得是矛盾的 而我从你们的所谓的平静看出 你们之间感情的淡薄 你从上来到现在 一直是比较平静 你平静地看着他撒谎 你平静地等着他说出 那个最后的所谓的真相 你很平静 不正常 两个刚刚相处不长时间 又是异地 那每一次相见的时候 何等地珍惜 但是你没有 异地的男朋友 来这儿你不见 你不见也罢了 他跟着你 你用的词是反感 而不是感动 丝毫看不出你爱这个 这个男孩 到底有没有 让你心动的那一点 除了对你好以外 有没有别的 让你更加地痴迷 如果有 你们之间就是有感情 如果没有 就是一场游戏 而男孩呢 你真的认为 正常的朋友之间的关系 可以做出宝宝吗 也不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在你身上是可以啊 你为什么明明在跟朋友玩 觉得自己很忙 为什么呀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爱她的 但你见了她多少次 你也没有真正的 全身心地爱这个女人 既然不是一段 特别真挚的 真诚的感情 还要选择一个异地恋 高难度系数的方式 何必呢 好 谢谢 谢谢曲宗 宝宝知道现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吗 知道 严重到什么地步 今天会分手吗 我相信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你们是不是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 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 猜不透他 其实你的要求不高啊 女生 其实你的要求只有一个 懂我 对 这个懂我包括我胃疼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的疼 寂寞的时候要知道我的寂寞 你该说拒绝的时候 就应该拒绝 你是不是觉得他特幼稚 只有每次在我真正发脾气的时候 你再跑过来搞定我 而平时我真正在乎的 你却从来不在乎 你知道你刚才有一句话 暴露了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你刚才原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因为他一直对我这么好 所以我才一直坚持着 什么叫坚持着 说明你很痛苦了 说明你很为难 说明你早就想了要离开 所以我才坚持着 在生活当中 也有跟他一样的男生 对你一样好的吧 或者想对你好的吧 你只有有了对比 有了质疑 你才会坚持着 才会想是否要继续下去 我赞同曲伟的某一个观点 你大概是没有多少爱他 异地恋能够坚持下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是对方对我有多好 也不是有多么长足的思念 只有一种原因 就是彼此都懂得对方 懂得欣赏对方 一个人如果不欣赏对方 对方做再多都是徒劳的 再加上又有那么长远的距离 但是你找错了对象 一个相对于幼稚而直白的男生 是给不了你所谓的懂你 他做不到 他不是个成熟的男人 所以这一点恰恰是 也是你嫌弃的地方 你觉得他太不成熟 所以在他默默地跟你 跟了12公里之后 你一回头 第一个感受不是感动 而是反感 你的反感在于 他不懂我 但之后你又有了感动 就是这个男生 的确有的时候 对你寸步不离 所以你时常纠结着 一方面不能满足于他 不成熟给自己带来的幼稚 一方面有感动于 他对我自己的好 所以你很纠结 但是我想说的是 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对你好 而是因为他是他 所以你不能这么迟疑着 他给不了你要的爱 但是他给你的感动 只要付出体力都可以干得到 所以其实你闷心自问 你要的不是他 你想在他身上 所实现的那种 心灵相通 心有离析 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趁早 放了这个男生 否则的话 对于你们两个 都一定是折磨 谢谢 宝宝也不懂什么 宝宝就有几个 我们分享一下吧 核心词叫条件 条件有两种 一种叫必要条件 一种叫充分条件 其实爱情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都是从充分条件开始的 优点啊吸引 谈着谈的时候就开始 向必要条件进发了 所以必要条件是什么 这是我心里那个尺子 标准和标杆 你明白自己的必要条件 是什么吗 我觉得你心里 其实挺明白的 有意思的就是 男生的所有充分条件 让他觉得不舍 但是在必要条件 像的时候 他一向都看不上 男生 你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呀 他心里有我就行 他心里有你就行啊 那他跟人家的发小 喝个酒你难受什么呀 你要的是独享 所以你们自己看吧 这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大家弄清楚了 也就没什么难事儿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谢谢大家 那对你也不错 我还能不错 你自己看吧 那可以看到 buddy 你看看 那包括你的 你和你那边 我还能够 那些幸福 你不错 就是 那类就 那给我 你不错 谁 来 请关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